最近娱乐圈正处于都市之秋,估计每个明星都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,或者是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情况,生怕被人抓住霸凌。 要知道娱乐圈可是能瞬间让一个人消失的地方,时藏完全是分分钟的事。 自从随友人爆出一言合同后,范冰冰就仿佛消失匿迹了一般,网上再也没有她的相关信息,让众人很是好奇。 范冰冰,1981年出生,因为出演《环珠格格》里面的金锁出名,之后通过部署的演技加上美丽的外貌,可以说人气开始慢慢增长,之后更是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。 在采访中也是直言,自己就是豪门而被众人称为范冰,要说这次的阴阳合同事件,牵连最大的就是冯小刚和范冰冰两人了。 自从出事后,范冰冰眼神奇消失在大众视线,说到范冰冰和冯小刚的渊源,那就要说两个人合作的第一部电影。 手机说起了,当时年仅22岁的范冰冰,被冯小刚一眼相中,成功进击为冯女郎。 这对当时处于事业上生气的范冰冰来说,无疑是提高人气的关键。 之后的范冰冰就不用再说了吧,不仅成为国人心中的女神,更是多次在电影节或许庄周,占据一个大头条。 时隔多年之后,冯小刚的这新剧《我不是潘金莲》,找到范冰冰。 更凭借该影获得第六十四届圣赛巴斯蒂安电影前,最佳女主角迎被科大奖及多个奖项,更在2016年获得福布斯全球十大最高收入女星第五名。 要知道福布斯排行榜,可是一般富豪都挤不进去的排行榜,可见范冰冰到底有多厉害? 其实娱乐圈就是个讲究双赢的地方,在《我不是潘金莲》获得超高票房的同时,身为导演的冯小刚自然也赚了不少,可是很多网友可很好奇,范冰冰虽然想象貌美,但是却是公认的没有多大演艺技能的女星。 并非说她演技不带现,可是作为导演的冯小刚,为何多次找范冰冰合作拍摄电影呢? 先想到的是人气问题,高人气的范冰可以带动市场。 但是在一次活动中,刘振云无意间透露出了网友们所好奇的原因,虽然范冰冰感象美丽是公认的,但是范冰冰却不同于其他大牌明星。 喜欢摆架子,好像到处高人一等的感觉,她在饭桌上会主动给人倒酒,没有一点宁心架子,让人接触起来舒服自在。 从这可以看出,刘振云对于范冰冰的评价还是挺高的,其实这也难怪范冰冰能有如此的成就和庞大的关系网,跟她个人的交际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,同样是交谈。 但是如何交谈,却是一个很大的学问,再加上平时范冰冰在个人形象中,很注意自己的人设,经常做各种慈善公益,不得不说这是个非常加分的事情。 所以范冰冰红并非没有原因,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